今天來到這個高樓林立非常繁忙的王朝區 有朋友跟我說這裡開了一間不錯的農家菜 看它的裝修那麼別致,難道就是這一間? 哪去到農村那麼遠?試試它就可以了 進來,其實剛才也說過了 因為這裡是做一個農家菜的感覺 所以大家都不用那麼拘謹 可以搭高三袖,好好品嘗一下這裡的農家菜 立即試一試,先喝湯 開頭當然是喝湯補一補 不要見這個好像燉中細細,沒什麼來頭 其實這個也很好補,因為很足料 這個就是海底椰燉鱷魚肉湯 其實你聽到鱷魚肉可能會驚一驚 但是絕對不需要驚 因為鱷魚肉也是一個補身的湯料 還有它裡面還加了一些海底椰 有八盒,有那個辣巴杏 還有一些毛花果等等 燉完之後呢,不得了 再加上它本身有一個,加了一個毛花果下去 這樣一起燉,很清甜,很鮮味 我覺得OK了,喝完湯,開了位置之後 就試一試另一宗,好嗎?不如 就是農家清燉乳甲 我在考慮整隻乳甲怎樣拆 會不會很難撕開它呢? 其實絕對不需要下手 因為它燉完之後,其實肉已經鬆化了 一割開,拿筷子一夾 整隻乳甲被乳甲液就出來了 先試一試 先試一下 其實吃下去,首先它的肉質是嫩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是補而不躁 你吃下去不會覺得好像很生氣 吃完之後會好像口很乾 不如吃完剛才那個燉乳甲之後 就試一試海鮮,好嗎? 就試一下這個,一上來 它的噱頭,它的視覺已經非常之搶眼了 就是這個乳石花枝筒 其實它這個花枝筒本身就不是這樣的 它是切成這樣,很漂亮 但是重點是它下面為什麼要鋪一些石春呢? 其實就是它們的一個心思 就是想補溫 它將它這些乳石呢 就是它特別找回來的石材 去加熱了走油 令到它的溫度是高於水溫 就是因為用油去炸了之後 它是比較高溫的 你放在一個鍋下面 就可以令到它上面放上去的食材 繼續保持著那個溫度 而且就不會說 令到它流失了它的鮮味 再加上最後那一下淋酒的這個動作 哇,那個香味一充斥了 整個房間都散發著那種的酒香 嗯,除了香之外 我覺得這一道菜還有一點點多的辣味 可能就是跟它在煮這個花枝筒的時候 加了一些它們的鼻祭辣椒醬下去炒 而做到的效果 而且吃下去,除了一點點的辣味之外 它又加了另一個調味 就是加了一點點檸檬葉絲上去 就平衡它的味道 一點點清新,一點點辣 香,但又不會說很暢厚 還加了一些酒香的話 這個菜非常值得 而且就是很震撼 一上去的時候 大家一起看到,嘩,一聲淋酒那一刻 這個非常好看 吃完這個海鮮 不如試另一個海鮮,好嗎 在前面放在這裡 它就是韭菜籽香辣醬精 大魚頭 嘩,看到它的魚頭是多麼大隻 它的韭菜籽醬是多麼多 其實它又加了很多韭菜籽醬 為什麼會這樣去做呢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做魚頭的時候 很少會去加這種食材 老闆也留意到澳門做粵菜籽醬 都比較少去使用這種韭菜籽醬 所以它就自己拿了這種醬調味 然後再加進去做鮮嫩的魚頭 因為它的韭菜籽醬 是有一點酸酸的,但又有點辣辣的 它本身呢 它那個調味呢 是令到它那個魚頭 其實本身就不是很濃味的東西 可能比較清的 那再加了這個韭菜籽醬之後 一點點香辣加進去 咦,出奇地夾 老闆也想到了 就是說這個菜籽醬是很好吃的 所以特意加了一個蕎麥麵 就去給你掛一些醬汁去吃的 它那個叫做湯汁這樣 煮完之後呢 有那種魚香和有一點點辣的 很刺激,很興奮 這個也是叫做招牌菜 其實每樣都是招牌菜 這個都說很受歡迎的 老闆就說很受 這裏的食客歡迎 因為其實你沒有見它簡簡單單 其實它是一個拌麵 但是是什麼拌麵呢? 就是烏魚子醬 拌淮山麵 嘩,為什麼是拌淮山麵 不是拌生麵 因為現在是講求什麼 現在是追求一些健康食品 吃得健康的一些生活 這個時代來的 所以可以的 都盡量令到這裏的食客 吃得健康些 所以就特意選了一隻淮山麵 是爽口大牙的 還有呢 有點滑 還有它加了烏魚子醬 我本身想 它本身半面 已經加了一些醬油去調味 再加上烏魚子 會不會很鹹呢? 都不會 OK 也都正正好像老闆所說的 就是把一個比較濃味的烏魚子醬 再加進去它本身 比較清的一個淮山麵上面 兩個加起來 又是很配合 還有它那個麵的麵質呢 爽滑 彈牙 這個OK 難怪這裏這麼多食客都很喜歡 簡單單點點一個麵就可以了 再加上烏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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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烏魚子